哎呀 對啊 超絢麗耶 你看這個尾巴 來了來了 超特別的 現在這隻至少六十萬 沒錯我們要迎接我們新的小寶貝PASA來到我們家啦 好那就跟著我們的鏡頭 一起回到當天的現場 我們來看一下發生哪些事情吧 摸摸看它兩邊是骨的 到那個中間那胸胎要摸不到了 哇對真的摸起來 摸起來都是肉 真的現在摸起來都是肉 他現在就是看到陌生的人有點害怕 平常因為平常都是我老婆在餵他 他連我都有點陌生 他平常都待在這裡面比較少接觸其他的 所以基本上他會比較膽小 但是這個他現在還很小 可是縮性還很高 你現在抓回去 如果你想要把他養成人人好 看到每個人都不害怕的那種個性的話 你就常常讓他接觸不同的 然後每個人看到他就是摸他 就是摸摸他 摸摸他謝謝他 結果他覺得每個人對他都不會有任何壞處 不會有任何敵意的時候 結果他就好了 他體重應該是1100多 那我們抓他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那個手指頭 從他的腳掌下面抓 然後連他的翅膀一起附著 我現在抓小雞一樣 哇 聊體重 他現在是全空腹大概117 對 現在一輩子 算是標準健康寶寶 對 大家流理的一輩子很像是1000出頭 1100左右 1000到1100都是很正常的體重 其實有些小隔一點的900多也算正常 他長大一點會稍微小轟 他身體那個嬰兒肥會退一點 他大概在七八十日零 八十日零以後 開始燕奶以後 他體重好會再增加一點點 應該會到1200 繼續養應該會到1200 然後他大概到七八十日零以後 燕奶以後會退大概100多克 會退到1000出頭 燕出頭等到他身體整個 就是燕奶奶戒掉一點點 開始自己吃 吃的量夠以後 體重會再稍微回升 所以以這支體重 到時候應該是會1100多 他的標準重可能會落在一起 他時間到他就想亂來 因為你現在 現在我們餵他的奶量 這邊樹囊會撐鼓鼓的 但是他再長大一點 因為他想飛 他會拍翅膀 他翅膀一拍會 這個翅膀這骨頭 會擠壓到他的樹囊 他自然吃不了那麼多東西 他會吐住啊 你餵他現在的量 等到他那個開翅膀的年紀到了 一拍就吐了 所以到那個時候 你就不能餵他那麼多 到時候 因為他要學吃 不能餵那麼多 變成他要自己吃 那那個過度期 就是我們俗稱的燕燃期 喔 那他那個時候 就 就會稍微瘦一點 那是正常現象 阿 阿 阿 進來進來進來 會認真人 大家一看到這些 我們 看到我們他覺得是陌生人 有一隻也是被預定走的 阿其他隻現在我是都沒有貼 不急著罵我就沒有貼 因為都太小了 因為都太小了 你那一貼大家一定都買走 因為都還太小了 我想說 就算貼也 人家也沒辦法離開這樣 正常的琉璃應該是黑指甲黑嘴 那一隻有一點白色 對 喔真的耶很白耶 喔是白的 他釘子頭都 都有點白 那是灰雞小時候也是白指甲 對 那是有點基因普遍 那現在就恢復了 我怕的太怕 好可愛喔 像他在這裡面 這個 這個雖然是保溫箱 但是我沒有看保溫 所以你回去也不用保溫了 這裡面完全就是室溫 你長大了 你頂多是稍微把它遮一下 不要讓它吹到風 所以你回去 你要幫他準備一個大的整一下 下面大概簡單 像這樣子 喔電一下 稍微電一下 你去買這個東西下面墊那個水管 然後用書先綁一下 對 然後 墊高以後大便才不會弄到它 好 然後 整體像這個太想了 你要準備這麼高的那一種 大號 對 他短期其實現在還不至於鱈魚 但是 大概到80日領左右 這麼高他一樣會鱈魚 他嘴巴只要勾得到 然後翅膀扶一下 就上來了 喔 不能講你喔 不能講你喔 講一樂意你就想挑戰 對 同一期 同一批的 好笑 好漂亮喔 很漂亮欸 他目前一天會三餐喔 你回去還是要一天餵他三餐 好 那三餐以你的時間為這 好 所以你不用問我幾點餵他 好 很多人會問你幾點餵他 我要幾點餵他 如果你不用配合你的作息就好 一天三餵 大概是三餵 如果你那一天某一天真的很忙 沒空 其實兩餐也勉強OK 喔 對 但是你奶可以泡濃 如果會兩餐 你奶泡濃一點 嗯嗯嗯嗯 那目前的奶 正常一般奶粉 他目前的奶大概是 那個水跟奶粉的比照是一比三 一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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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些人會泡到一比四一比五 會稍微淡一點 那 這一次從小我都給他喝 比較稍微濃一點 他在玩鈴鐺呢 他已經在玩 他已經差不多準備要調皮了 又想要玩東西了 然後你另外這隻腳 你回去要記得給他帶上你的那個電話環 喔好 對 因為這隻腳是空著 你回去可以給他帶上你的電話環 好 你碰到這邊他正常他就就開始說 想要吃東西 他以為你是母鳥 你扣住到這個地方 他以為你是母鳥 所以就想說了 想要吃 發傻 哈哈哈 真的耶 你看你摸到這裡 他以為你是那個 所以 所以你回去啊 如果你想要嘴邊圍的話 嘿 喔 比如說你碰到他這裡 這裡 然後就這樣慢慢擠進去 喔 他會開始吞咽 喔這樣就算 對然後他會 對他會 動作會輕輕的這樣 嘟嘟嘟嘟這樣 我還第一次看過 然後你用這個 你大概80cc的這樣 我大概是5秒左右 我大概是5秒左右 按到5秒就打一次 就打一次 大概5秒 那他會自己吃進去 那他現在還沒有熟練這個動作 因為我們現在在用這個胃 他軟管這個是直接擦 軟管的我待會接到你 那因為你回去跟你說你要趕 趕這個嘴邊位 所以我把嘴邊位 我待會有一次給你看 你放到他這邊的時候 他開始在動的時候 你擠一點擠一點 他現在還沒有習慣用這個 所以他不太會吞 所以你不要一次擠很多 要不然你 要嗆到 所以你擠一點擠一點 讓他習慣那個自己吞 所以你要讓他先習慣 吞嘴可能四個一兩天 欸 他發現他會有 你可以一起多 一次就這樣 像我講的到最後5秒就這樣 PASTA 哎呀 PASTA 喔 你看你看你看 他塞奶 他覺得舒服 PASTA 啊這個浴管 其實後面白的都可以捏掉他 他還在成長 他要味道他體重的大概十分之一 喔 你等到他宴奶開始 就不能味那麼多了 嗯 現在你一餐可以味道他體重的十分之一 他體重現在剛剛鳥一塊一千二 所以我老婆都味道一百二 坐車鳥會運車 正常的 我不知道其他鳥會不會 以金剛英武來說 他前幾次坐車 會運 十隻有七八隻都會運車 喔喔喔喔 只有一兩隻體重很特殊 他不怕運車 但是 這七八隻運車 大概坐個三次到五次不等之後 他習慣坐車的 他就不會等 喔喔 只有前幾次會運車 運車的時候他會 他會吐 我們家那個 陳鳥三歲 三歲抓回來那個多多 他之前就是人家關農養的鳥 他也沒有人家帶出門 做車輪企業 我剛帶回家的時候 我帶他出門 他還會吐啦 他不吐啦 會吐死掉 他不喝奶 吐死掉了 欸我們很認爲好不好 你不要餵完 你餵一點給他看 好 然後有一半給他餵 好 你先邊講邊餵 那我都是這樣 這個手和這個手摳住嘴 然後這兩個手是掐在脖子上 這樣卡住脖子 然後掐在嘴上 然後從...欸等一下 從這個地方 我是從前面喔 一定要從... 從這個地方喔 剛剛我講的這個地方 他的嘴角 他的左邊進去 往右邊插喔 往右邊插 嘿 這樣 他吞以後啊 把椅子打在前面 你吞下去以後啊 你觀察他 有點緊張 我真的會嗎 觀察他跟平常一樣 就是很興奮的 要喝奶的那個樣子 就代表他沒有問題 好 我講的沒有問題是說 他的舌根有一個叫那個 氣管 氣管 他的舌根有個呼吸道 他舌根有個呼吸道 是通到他的那個 宿腦 不是 喔 廢 廢 是氣管 那他在他呼吸道 如果你這個打到他呼吸道 他會死掉 10秒鐘就掛了 因為呼... 就是...就是呼吸道鼠塞 嚴重鼠塞就掛了 所以 千萬不能打到他舌根 那打到舌根有什麼反應 其實很明顯 你不用...不用害怕 他會很震張 就像你的鼻子 忽然被人家插了一個東西 你會很難過 你會... 很想要掙扎 想把他甩掉 你會想要後退 你就不要那個東西 就對了 如果有手 你會立刻用手來撥那個東西 對 他也一樣 所以你如果插錯洞 你會發現他跟平常不一樣 平常你餵他是很興奮想喝 所以你插下去你不要立刻打 插下去通常我會觀察一兩秒 跟平常沒有任何異狀 這時候再餵 如果你插上去 你會發現他跟平常不對勁 平常是很興奮的想要鎖奶 這時候你插下去他不只不鎖奶 他還想跑 這時候就千萬不要打 拉起來 好 然後自己的手指固定他的頭 但是你姿勢沒有錯 基本上不會錯 你盡量直直的下去 這樣 脖子拉直直直下去 那個角度就進不到那個洞 但是你如果是沒有脖子沒有拉直 因為他是蛇根嘛 蛇根這個時候已經變成跟你平行 跟管子已經變平行 這時候它不容易進去 幾乎不會進去 但是你如果沒有拉直 不小心就會進去 還有一個重點 他如果自己吞管 基本上不會進 因為你自己吞不會錯 但是如果他沒有吞 是你硬插的 這時候就有可能插到外 就會等插到那個洞 不好進去 你如果是他自己吞 基本上不會有問題 有的有的嘴 那你手不用怕抓好他 他很強壯 他不怕你處理 先用這兩個手夾到他的脖子 好 從後面夾到脖子 對 欸對對 對 對 把他脖子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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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從這個角度往那邊插 把他的脖子拉長 拉長 對 有了他自己吞 好可以 再進去一點 這裡要靠到嘴 這裡要靠到嘴 好打 這要抓緊喔 好打喔 打 這一定要抓緊喔 不要讓他跑 手動得快 用力 這根短子大概三秒 三秒就可以打下去了 好 你看他現在順著再喝 可以拿起來了 好 好 這根短大概三秒就要下去了 已經確定好 確定好 不要脫 因為你如果 剛剛我跟你講 因為已經到他的這裡了 到他存奶的位置 樹囊的位置 已經過了他那個噴門了 他不會反出來 對 這時候 你剛剛在抓的時候 我跟你講 你剛剛 我看你這手沒有處理鑽緊 就不敢了 有個問題 就是你如果沒有抓緊 有時候他很餓的時候 因為他剛剛已經先喝半管 他自己覺得他好像沒那麼餓 所以他沒有很激動 所以你剛剛餵他滿溫馴的 剛剛我老婆餵他很激動有沒有 可是他很餓 很餓的時候會有個問題 你沒抓緊啊 他會 上下動 你沒抓好他會上下跑 所以你手應該抓緊 手抓緊 避免他又跑出來氣管上面 對 因為避免他所乃 你抓緊的時候 就不要讓他說 萬一他所乃有就沒關係 所以我剛剛跟你說 這裡要靠 靠緊他的嘴 這樣好可愛喔 你看 你看 他很餓耶 早上人家都吃飽了 只有他自己坐著啊 真的這樣坐著 一直坐著看 他說我怎麼沒有 他靠我走了 他就一直還在那看 然後人家吃飽了 他還躺著就睡了 你看那邊拿睡了 你看那邊拿睡了 睡平了 睡平了 你看那個靠著我的眼神 對喔 吃飽了 他直接摸起來 你看他跑 他知道你幹嘛餵他 你在幫他弄魚館他會很舒服 因為他們的魚館會喜歡 想要你再幫他剝 所以魚館幫他捏捏捏 魚館都會掉 台灣至少有三四百隻流離的產品 每年 都是台灣自己內需 但是今年很多都被 都被那個外銷 到香港轉大陸轉哪裡 轉日本都出 都被收走 而且他們提高價錢收 之前一顆流離蛋在台灣大概兩萬出頭 今年他們收到兩萬七兩萬八 因為不只一架的時候 他們會搶 對 光是蛋 那個總蛋就已經收到快三萬了 對 一日零就三萬出頭 一日零 一日零的一隻鳥就三萬出頭 就已經三萬三了 一日零 一浮出來 咳一破 對啊 我去收信啊 一日零就三萬 然後人家這樣餵養的成本 什麼 算一算一算 其實一隻鳥都快五萬全 差不多要五萬全 對 現在就比一隻要 差不多 要四萬 要四萬 對 今年長大大概就是這樣 或者是 除非你自己會養 你說我講到很小的 一週裡之內的 但那一種要保養香 然後要 而且兩個小時要餵一次 大概兩三小時 兩小時是前面三天 過前面三天 過一個禮拜後 大概一天 大概七餐左右 六七餐 七餐也是很 如果濃一點一天大概六七三 那我時候晚上都要起來 對 晚上我老婆都晚上用鬧鐘起來 我幾天 今天五月二號 五十多天了 大概五十多天了 大概五十多天了 這樣算五十多天了 五十多天了 對 那正常大概八十五到九十天 翅膀羽毛 全身羽毛會長到完整 然後會飛 會起飛 然後只剩尾巴大概只會長一半的長度 全身 連翅膀都會長到足夠的長度 全身的羽毛都會長完整 只剩尾巴長還不夠的會大一點 尾巴要長到足夠長大概要快半年 就是會他真正的實際 最長的長度 所以說如果我們是想要讓他訓練會 就是對飛那種的話 大概九十日 九十天左右 八十到九十 每一隻鳥的天步不一樣 比較厲害的八十日你就可以開始訓練 所以現在就直接餵就好了 不用說 現在你就是餵前跟他一樣互動一下 你就叫他名字 讓他日齡下場名 再認真你的聲音 然後跟他玩 然後餵飽就不要跟他玩 因為怕他奶季出來 就讓他休息 通常你要吃飽 他可能大概五到十分鐘就會想睡覺 環境如果溫度 他讓他舒服了 溫度是他放心 沒有戒心的環境 他大概吃飽很快就會想睡覺 你現在不跟他玩 我們咬我們的 你不碰他 他才會睡著啊 你會讓他很長是不是 他會睡著 肚子餓了之後 精神會好 會一直在那邊找 找東西什麼 這個吃飽了 就這樣躺 吃完就躺 所以之後 我如果想要讓他訓肥是九十天以後的事 所以這個 沒有沒有他現在五十日齡了 再一個多月 再一個月就可以了 再一個月他就可以訓練了 嗯 你現在平常餵奶的時候 其實 可以養成一個習慣 吹哨子 你哨子現在就可以準備 現在就可以吹 你吹兩三聲 讓他聽到這個哨音 然後再開始餵奶 之後他聽到哨音 會聯想到 欸 有奶盒喔 你要讓他產生聯想 哨音 準備要吃東西 哨音就是要吃東西 哨音吃東西 通常我們在 在放肥的時候有兩個作用 一個是 他如果在空中你叫他下來 他真的 啊這個是我主人 這在叫我了 我剛才回來 他不會聯想到要吃東西 因為這時候你去放肥 那時候他肚子可能很飽飽 但是萬一 我說萬一 萬一流離 我們的鳥在外面萬一飛濕了 萬一沒回來 他一夜在外面沒吃東西 他會很餓 這時候他如果聽到哨音 他會叫非常大聲 很激動的大叫 通常方圓 五百公尺 他幾乎快到一公里 如果很安靜 清晨 因為我們招鳥一定要清晨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清晨很安靜 他那個聲音幾乎 你的哨音如果夠大 他聽到了 他聲音幾乎可以傳快一公里 你在不知道他的 位置的情況之下 他在哪裡大叫 你立刻可以定位 喔他大概在那個位置 招鳥 你去那邊大家可以看到他 他訓練過你 他就這樣 喔 對但是你可以很快地 定位到他在哪裡 如果假設他 你沒有微信定位系的狀 對 他聽到聲音他很激動 那為什麼我們放棄用金剛英雄 因為他叫聲夠大 喔 其他的鳥 體型比較小 然後叫聲沒那麼大 真的萬一不見很難找 嗯 那金剛英雄萬一不見 只要不被人家惡意抓走藏起來 基本上都很好找 嗯 我們常常有 常常我們有在找有經驗的人來說 嗯 其實只要不被人家惡意抓走 其實都不難找 因為聲音很大 叫 他目標太明確太大了 他比肉依還好走 對 他停在那個上面很難 人家路人不看到 顏色很小 加上他會大叫 所以 所以很難不被發現 嗯 他這樣如果訓練過 他一聽到聲音很遠就大叫了 喔 所以清晨 你只要地毯是在他不見那一帶 方圓一兩公里到處吹哨 你很快就知道他在哪 呵呵呵 他還會再大喔 他的頭還會再大 欸他現在已經會玩 對 我剛才剛標進去 他沒有玩過這東西喔 喔 他現在是第一次玩 他已經會玩了 你看他很聰明 他很聰明 他立刻會玩這東西 對 我才剛標進去 他沒有玩過這東西 夾皮蛋 那我們要去飛的鳥 嘿 千萬不能打他 不能說我因為要叫他什麼 我不會然後我用打的 用罵的 嘿 盡量不要去罵他打他 嘿 不行 你只要罵他打他 他跟你失去信任感 你要去練他什麼 他都不會配 喔 因為我們 我們在放飛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 的關鍵 就是他必須非常信任 他出去外面自由自在的空間 他不想去 你因為回來會受傷 這對你要有極大的信任 你只要有罵他打他 他對你沒有耐心 他一回來 明明就快到 他本來是想找你 可是在回來回手 前半秒那一殺 他覺得不行 你可以 你好像會很兇 他立刻就掉了 他不回你手上 就在外面盤 然後你也停在手上 你也要到足球 然後不回來找你 對 有這種可能性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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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對 其實他很快就適應 他剛來就很害怕 現在其實都可以 對 膽子很大 我發現沒有危險 他已經適應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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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了 玩好了 漂亮喔 他還把你背包裡面 你的草皮都長出來了耶 對啊 喔他們兩隻還在搶 搶那個草嗎 沒有 不是他 這隻我不放他 就是怕他去搶草 喔這隻就是那個 那個 佛德喔 這隻會去跟 跟那隻琉璃搶那個草 對 哎呀 對啊 他有尾巴好多 對啊 超絢麗耶 你看那尾巴 這籃超好的 來了 來了來了 超特別的 我現在這隻至少60萬 大概 兩 三年前的價值 就是 60萬 喔 就是我另外一個朋友去買 那時候就買60萬 兩三分鐘 所以因為榮又一直長 嗯 所以他已經不只那個價錢 喔 他們來互相了 你看看 哈囉 這兩隻我跟他都還沒有很熟 這兩隻是朋友 朋友 送我的 送你 他從去年就一直 從一年多以前就一直說要送我 然後被我拒絕了兩次 上禮拜又跟我提 他鳥有時候 他有時候 他有時候在試探 他有時候在試探你 有時候抓住你不讓你跑 是想咬你 他是這樣 我被騙了 你被騙了 很可愛 好可憐喔 他對我沒戒心喔 他是這樣 但是他會咬別人 他會咬我老婆 因為平常都我在 這幾天都我在跟他互動 他哪一會只要不到一個禮拜 喔不到一個禮拜 剛才也咬我啊 他現在幾歲了 他應該已經算被我馴服了 他六歲了 六歲了 喔 他的那個 他還是咬我啊 會比那個紅金剛還勾 還尖耶 嗯 這一次五歲 Ruby 他對我信心還有 他對我沒信心而已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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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一隻就是五彩 五彩金剛 Ruby 你看五彩的那個臉 是沒有花紋 沒有臉 比較沒有花紋 所以這個會比較有花紋 一人只有一個臉角 臉角 這是臉角 對我剛剛講 這張鳥頭的 他是大綠隊 啊 啊 Ruby好棒喔 這一隻給我 喔 好可憐喔 不貴啊 他說三萬七貴 這一隻八萬 那不貴 不會不會 他很可愛 可愛就好了嘛 對不對 隔音設備 啊 你剛洗好澡 好可愛 空間超級美的 這幾隻啊 這幾隻啊 這兩隻新來的 這個不是這個 連那個都能弄給他 連那個金太陽 金太陽可以放飛 對他的金太陽 超會飛的 我的金太陽全國比賽 跟金剛比的過敏 全國第二名 飛比九的 比九然後要回首喔 那時候飛出二十五公公多 全國跟台灣第二名 前面那隻還是後面那隻 後面那隻 後面那隻 還是公的 全國第二名的 其實前面這隻比他會回 但是那天沒回首 那天沒回首 那一天飛一飛 跟另外一隻金剛 聽到外面的樹上去 喔 不然他飛得比他一個 全國第二名 都比金剛還厲害 在天空飛了二十五分鐘 後面那隻 他要回首 在聊天是不是 你們在聊天 超好吃的耶 你是吧阿啾 是啊 是喔 阿啾 他很好聊天 不然問他什麼 他都會變什麼 阿啾 這隻很會飛啊 這隻都跟金剛出去飛 好厲害喔 阿啾 阿啾 他其實小時候 嘎嘎小時候 嘎嘎跟娜娜小時候 其實 最早是他先會飛 其實他是他們兩個 其實是他們跟他自己飛 他帶他們自己飛 飛久他們兩個比他會飛 但是最早其實他是教練 他是同志教練 怎麼那麼厲害 嘎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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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五彩的顏色真的很漂亮 他中段 中段是黃的 然後飛行魚是藍的 他空間夠大 每一次都超級漂亮 你去摸他腳看看 貝貝你要幹嘛 那沒有 喔 你好棒喔 真的耶 他不會咬你 還認真在吃 還認真失敗 大概90%不會咬你 喔真的假的 要過來嗎 要試試看嗎 要試試看嗎 哎呀 好棒喔 正上來了 這兩隻會進荒洋館 但是這隻只要一直解開 他就跟那隻人有力 兩隻都變超焦 我們都這樣都會有危險 他一解開的一刻變成這樣 我們這樣都有可能被咬 我那天就在這裡面 然後用那個螞蟻 我這邊被咬到差點穿框 這邊跌的都是血 他是忽然衝到我背後直接開咬 他知道是你被綁著 很兇也不用 現在不能很適想 很適想 哇你們這樣抱一定沒有感覺 好有感 我已經很想要紅金剛 那時候那一天我來看完之後 我就跟他說紅金剛好像也很漂亮 紅金剛好漂亮 他幫自己摸臉 好可愛天啊 有安全感他們還比較容易有點像 你看你看 真的 好像有一個人在摸他一樣 對啊 貝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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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貝啦 貝貝啦 來啊 他其實是想抱我 他一直看我身上有其他女 喔 死不了 哈哈哈哈 對 對 對 好可愛喔 哇 你看 哈哈哈哈 哈哈 好